Line Kane 颖辑 Line Kane 领导 Line Kane 领导 Line Kane Line Kane 领导 Line Kane 领导 这是用风味的 Line Kane 领导 出剧 Line Kane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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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观察到这些人受到大零受害者的 它的初期的迹象 就是他们一下来就很喜欢上网 人都比较开朗,很好交谈 受过网怪掏的受害者 因为大学到他们进来会比较负辟 比较少跟人家 跟人家 跟人家 打残 而且他们 因为开始比较少去上网 直当常在当街 甚至也有一种怪怪行为 就是开始不喜欢上学 甚至他们很有兴趣做的东西 他们也不去参加了 他们的兴菜上的戾惠习惯方面 开始有种变化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就收到这个网络霸凌的问题 要快快离开那个网络 那个世界线 因为你越回去 想去找清楚 他还有没有放过我 他还有没有继续在吭翻我 有没有在伤害我 你越去寻找答案 你觉得更深 如果你发现 我有少少被人家网络霸凌 你要潮开那个现场 你要离开那个世界 你要回来现实 而且你要去告诉别人 你要去找帮助 你不要自己去解决 反过他或者有什么反应他 完全是不需要 网络世界是一个没有 没有阶线的空间来的 你越去做 他可以做得越来越大 而且他越来越有满足感 什么人喜欢网络霸凌其他人 其实他们都是乱走 他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受害者 但是可能不是网络霸凌衰人 他们可能是心神 社会里面受了一个屁股 受伤害多 但是他们就没有其他方法去拗护 没有其他方法去发现 他们就放大 他就知道会在网络上 很容易找到落子 把我的伤害传达给他们 甚至把我的分路分享给人家 使其他人也移成他 变成一个伤害者 你要清楚网络霸凌就是在一个不现实的 世界里面生活做 你只是看到一个证案 可能他容易得见被霸凌做 其实跟几百个千个人 我们也不懂 所以一个人受伤害了 然后他身上可能对他完全没有一种惭愧的 如果他说 OK 一个到了 我还有百百千万万人 我还要去网络霸凌 如果他自己本身的愤怒 还没有去改正 他的心态不会改正 他还会继续做 其他伤害者就去了 不证明他就好了 他就会当初